我一直以来都是蛮负面 但还有正能量的 一遇到事情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好的 不可能是往好的方向想 现在就是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在搞嘛 但是我自己也要 我在供奉同时 我也是要去做三次 那可能不是现在 或者是马上我就得到回报 但是一定会有得到回报的一天 大家好 最近和不少YouTube上面的朋友见面 大家终于能够近距离的分享 和交流佛拍 刺青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生观 相信每个人都内心充满着喜悦 和正向的能量了 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真实故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通常是透过心情的工作 来解决财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而有时还需要一些亲情 爱情来增加心灵的动力 我个人感觉这故事实在太正向 太有意义了 所以和这位信众讨论之后 觉得应该分享给更多人 就是它有点像是人家说的妈宝 就是遇到问题 就是妈妈的答案为主 那她的爸妈就是比较古板 比较传统 可能就是比较信神明 还是就是 我会配一下八字 她可能就是被配到 可能我跟她不是最适合的 所以她就觉得说 这个就是不好的 对然后她就这样不要我 然后我就觉得 好如果是 因为她爸妈是连跟我讲话 还是跟我见面都不愿意 就是从我们有见过一次面之后 就都不愿意见面 对那时候我还想说 可能用时间可以去感动她爸妈什么的 然后面对她儿子就自己说 我爸妈不喜欢你 那我也没办法 然后就没了 对她就觉得爸妈那关 她自己是没有信心过不了 所以就没了 她呢是一位二十几岁住在台湾中南部的女孩 原本在外地工作 但一直不是那么的稳定 感情生活也经常是遭遇到困境 使得她生活感觉起来就是被压抑的难以喘口气 松懈一下 像她这样对于爱情仍然是蒙蒙懂懂摸索的年纪 很多时候和男友总是会有些大大小小的争执 她觉得那应该是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 但两个人经历多次的吵架冷战和短暂分手后 她四处求神拜佛 希望感情工作都能稳定 只是一切都不如她所愿 后来实在是走投无路 朋友介绍她来烧蜡烛 希望为感情和工作点一盏名单 能让这一切都顺遂一些 只不过烧完蜡烛当天晚上 男友竟然坚决地向她提出分手 一时觉得晴天霹雳的她 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不明白为什么四处求助 结果仍然是这种收场 那时候其实我有烧烧蜡烛小人 还是就是我自己状况顺利这样子 然后烧完差不多五六点 五点多吧 结果烧一烧 我就没有联络 我就说你不是说烧完 或许我感情就会比较好吗 我说他直接没有联络我 直接就直接这个人就不见了 朋友在介绍他来拜九尾狐仙 听说九尾狐仙通常会帮助人 将不好的人提早赶离你身边 让真正用心陪伴你的人尽快出现 于是他拜了九尾狐仙 并且请供了腹拜回家 当是一种短暂的心灵寄托 好让他忐忑的心 能够继续保有一丝希望 心灵上我就拜 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是许说 因为我喜欢小朋友 所以我是希望我能从 是幼教的行列 行业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许 然后好像没多久 就是我就去补习班当英文老师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就是 如果我有问题 我会蛮钻牛角尖的 那我会觉得说我也不可能去庙里 就是一直问我身边 那如果是你可以给一个答案吗 我也不可能一直去这样子 所以后面我就 我就先从火牌 先就是先带回我身边 然后我就蛮神奇的是 我从带第三期到认识我现在这个男朋友 我只花一个礼拜 就在他伤心难过之际 无神论的他暂时将一切托付了给 九尾狐仙 他转向前传的学习祈求 没想到一周过后 身边出现的另一个男子 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 总是来陪伴他 甚至经常从中部开车 上百公里到南部找他 只为了跟他见面 男生做的暖心事越来越多 于是两人在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的关系渐渐增温 而他也专心在创业 制作伴手一些高饼月饼的生意 那时候我就觉得做这种东西 大家都会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赚的 就算有得赚 可能也轮不到我 然后后面他想说 可以试试看 不行就真的就是 翻个经验就这样带过就好了 一阵子之后 对于上一段恋情的情商冷却 他认真看了看身边这个男人 内心深深感到这次似乎真的不一样 于是敞开心房 接收了这个男生 两人的新恋情展开不久 男生邀他到家里与长辈认识 并且同住在主措 让他意外的是长辈们非常地疼爱他 男生的妈妈甚至跟他的儿子说 如果这个女朋友再分手 就不准再给我带其他女生回家了 让这个女生感到受宠若惊 对非常好到我会觉得说 怎么会爸爸妈妈是这样子对 就是讲白眼就是我只是女朋友 可能再讲更白就是我是外人 怎么可以对一个女生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我只觉得说 他们对我的照顾 我会觉得 怎么会有爸爸妈妈是这样 可是后面看到他妈妈爸爸对他的小骚 他们就是非常好 会不会觉得 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打从心里人人都是一样 另一方面 他持续向旧位虎仙许愿 虽然月饼高饼单价高比较难卖 但仍然祈求能够多多少少卖出去一些平衡生活支出 此后啊 高饼的销售逐月增长 有好多次许愿说要卖200盒 竟然都卖超过300盒一畅 刚开始 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 看起来很普通 因为真的很多了 而且我包装其实也没有说很有质感 然后后面就很多客人问我说 这个有在卖吗 这个有在卖吗 这样后面有说 是有这么捧场吗 然后后面有说好吧 那我就卖看看 然后结果我的业绩有达到 我7月的业绩就全部结束 我觉得就已经是我原本的两倍 从那一支蜡烛开始之后的转变 他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神奇了 无先帮他把不适合的人断了之后 为他找来了一个天选之子 对象不仅是工作稳定 有房子有车子还有一些家产 到现在时不时还会买一些玫瑰花送给他 让他觉得很窝心 还有他的高比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应该是这样讲过 一直以来都是蛮负面 但还有正能量的 遇到事情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好的 不可能是往好的方向想 虽然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搞嘛 但是我自己也要 我在供奉同时我也是要去做善事 那可能不是现在 或者是马上我就得到回报 但是一定会有得到回报的一天 当然分享这个故事与迷信无关 我想说的是 当女孩以为必须设法挽回前男友的时候 缘分安排了另一个更好的对象出现 而原本无神论的他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开始学习祈求 学习谦卑地回看自己的缺点 学习低下头正视自己的心存 故事看似是在讲述一个女孩迷信的过程 但真正要表达的是 在这些过程中女孩不知不觉地成长了 不仅从过去的感情泥涝里面讨了出来 现在过着比以往更好的感情生活 工作也越来越顺遂 这一切不也就是她曾经像个无头苍蝇时 莽撞追求而追寻遍寻不着的目标吗 有时候坚持和倔强固执真的不同 倔强固执也许能满足你一时的虚荣感 和侥幸的占有 但时间带来的改变谁也阻止不了 人会变 心会变 都会老死 凡事只要坚持着 用最初那一颗纯粹的心去看待 才能看得清 其实失去和拥有都不是重点 真正的赢家是将那些好的不好的经历 统统存藏在心底 好好的收藏着 让那些珍贵 历久不衰的际遇 去为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机会 更明朗的人生 好 这一集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是小赵恩柔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沛